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讲 那我跟各位先简单去介绍一下 为什么今天这个主题 要定成家的专属生活式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建筑师 不会只有做家 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工工程 或者做一些商业空间 但今天的讲题就是 定定在家上面 因为其实家 它会有相当多的一些 专属的事情 譬如说每个人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时间 使用时间 然后或者是他回到家 他喜欢的一些空间的式一样 或者他一些空间的气氛 所以今天会带到这件事情 那各位看到 今天会讲这四六个作品 这六个作品 会从建筑到室内设计 左边那栋是在 比较山区的一个住宅 那过来第二栋 它是在巷弄 就是街屋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住过街屋 就是你左右无法开窗的 街屋的一个房子 第三个是一个老屋改造 它是给小朋友玩的一个 三楼的一个透天空间 那四五六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楼 那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我是成功大学建筑博士 那今天会提到一些技术的事情 会在比较像是 像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会讲一些BIM的东西 BIM它是建筑资讯模型 它比较像是我们在 画图的时候就像很多 真实的资讯或材料放进去 所以等一下会各位看到一些施工图 会带一些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让各位市民朋友了解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把 更真实的材料 放在我们的图说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使用者 或每一个家的 要参与他自己设计的房子的屋主 他可以了解到 用的是什么材料 而不会像传统的方式就是 我盖完房子我才能知道 原来这个是这样的感觉 那也许他不喜欢 或是他想要换掉 可是工程都完成了 造成很多纠纷 好 那刚刚有提到一些奖项 像我们有一些德国的奖项 或者是意大利奖项 法国的奖项等等之类的 当然这是我们 努力去在国际发点声音 希望我们可以在 南部这边得到一点注目 不然其实真的 我们南部的设计师 好像不像北部那样子 很容易就被媒体采访 被媒体播放 我们只能靠自己力量去 全世界去发声 可是也得到一些回馈 不错的回馈 好 那今天有个主题 很重要的主题在谈这个事情 如何真是解 切中内心的设计感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画的一个手绘 通常我们在做设计之前 会想要用我们的一些手绘 可以去做一点事情 譬如说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小朋友游戏馆 他爸爸妈妈如何回家的时候 车停着 然后走到楼上去 然后小孩在这边玩 可以在那边读书 然后看书 然后楼上有个露营区 它感觉像是 一个房子的一个雏形 好 那 这边会有几个主要的事情 今天比较会讲文字 就是这里 接下来都是图片跟照片了 那请容我往上走 我比较喜欢这样走到这边 第一个在讲空间动线的这件事情 一个房子 如果你有通通动线在流畅的话 你回到家里不会觉得被挡住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回到家里 你还需要侧身走进你的厕所 或侧身走进你的房间 那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让空间动线流畅的 第二个生活机能 很多你们看到杂志上 或是电视上的作品 你看到它非常漂亮的装修 可是会漂亮到 然后你好像不太敢碰它 你会生怕一个东西 摆下去就毁了 那种空间就没有这么的机能了 或者是你看到一个 相当朴素的设计的空间 可是你会觉得 好像我不能够在家 买任何的家具回来 那样代表机能没有被说服到 所以机能这件事情 就没有安心感 安心感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它会让你回到家 觉得它是你的空间 没有别人会跟你取代 第三个 尤其氛围情境这件事情 氛围情境这件事情 其实它比较像是个人的经验 比如说有些人 他特别喜欢去日本旅游 有些人特别喜欢去山上 去看到石木的东西 有些人他好像很憧憬 一些欧式古典的风格 所以那种氛围情境 就会在这边 会被形塑出来 过来 我们自己专业设计者 很care所谓的设计细节 比如说就是 一个木头的桌子上 旁边砍入一个布料 或砍入一个皮革 或砍入一个金属 你会觉得它好像detail很多 像各位有手上包包 如果包包只有单一个皮革的感觉 跟包包上面加了一点金属 那个细节都不一样 所以在这地方 会有些设计细节的叠气感 过来就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 探索内心的激动感 什么叫探索内心的激动感呢 如果一个房子 它只是一个样品屋 我想各位都不会觉得 那有什么值得你去看的 样品屋到处都是 可是如果那个房子 就是为了你才做的 为了你某个高度才做 譬如说 有些人他晚上就是起来 要常常上厕所 那我们就会在旁边床边 加入感应灯 他一下床的时候 灯都自动亮起来 过了五秒之后就自动暗掉 他也不会吵到隔壁的伴侣 然后他走去厕所也是安心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贴心 而且他在意你的 这种激动感很重要 我们今天大概要谈这五件事情 好 那我们先谈第一个案子 这个是 我们在人五那边的一个房子 各位注意看 有没有看 这附近啊 这种房子都是斜屋顶 然后它都是铁皮屋 这算是堪称我们 台湾的一种专业风景 这个到处都有铁皮屋 到处都漏水 那我们做这个房子的时候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做得 相当的独树一格 我做一个漂亮的清水混凝土模 我做一个白色的盒子 拉得高高的 但我不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屋主 他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人 他其实是 长期在越南工作的一个总经理 那他七小 他太太跟两个女儿 都在家里生活 不在这一栋 他们本来住在旁边这一栋 旁边过去一点点 这边 那他说他回国了 他想要好好的为他的孩子 打造一个专属的房子 那这件事情相当重要 如果说他只是想要 盖一个简单的房子 那就不用找我们去了嘛 因为你看本来他对面 这一栋 这一栋 这也就是做 有点像是做陶醉的 他自己在盖房子的 他本来跟他吉利推荐说 你找我就好啦 你干嘛找什么建筑师设计师啊 你找我盖啊 盖成这个样子也蛮丰富的 很多种材料嘛 对不对 看起来也蛮不错的 那其实这一栋 他也在这边做了一栋 很像对不对 这一栋也他做的 好那 他就 他女儿 他两个女儿 之前在别的地方工作认识了我 我帮她们做点小小装修而已 那他就说 不行你一定要找司机师 那我们跟这个人合作过 我觉得他相当真挚 他care你很多细节 他就找我们去 然后我就开始想 你一个爸爸 不在家的状况之下 你前面是不是要高一点点 你不要让随便可以看进去嘛 所以你看到 这边就长出一个比较高的围墙 那他的房子的开窗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开大窗耶 老实说各位 如果你们家里开大窗 我跟你保证 你70%的时间 都把窗帘拉下来 为什么 外面看进来里面穿衣服 那哪受得了啊 所以窗户就会开 比较有需要的时候的地方 他不会 没事就开大的 因为我说过 我们是符合这个屋主去设计的嘛 那过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外面的白色 还有他的斜屋顶 这个白色因为他刚好旁边是街道 就只有他适合做这种涂料的颜色 因为他希望他自己是干净的 他对社区是有回馈感的 他就常跟我说 因为他已经住了两年多了 他跟我说他们走在旁边的公园 路人都会走过去欣赏他们的房子 他觉得那是一种余有容颜的感觉 然后他太太因为这样 变成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害我好有压力 你知道他说很多迷人帮他们家去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 你可以看到他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很有趣的照片 你看很在地化的摩托车 騎在这边 他过去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他跟周围很违和 虽然他是白色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斜屋顶是一样的延续 对齐 然后这个地方是屋顶的排水管 透过这个黑色的封边 让他跟隔壁产生的交错 也不会比较跟隔壁产生一个直接的冲击 要不然常常房子盖楼很漂亮 别人很丑 好像我跟他是冲突一样 我们尽量让他呼应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用水泥板 这跟预算有点关系 不过你看水泥板跟地板的这种混泥土 就是那种地青还蛮接近的 而且这水泥板我还特地跟他讲 他会坏喔 他会救喔 你要想好这件事情 他说好 我跟他说为什么 我说时间长了之后 你这个房子会跟周围融合在一起 你的外面的水泥板会开始出现很多白色的水痕 可是我们的沥青地板何不常是如此呢 所以他的围墙就跟外面融合在一起 他不会觉得他的围墙是一种 譬如说以前常常做那种栏杆 然后还有螺旋 然后上面还有雕花 然后又看得进去 里面种花都看得进去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会提到这件事情 你看我们这图画完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模型 其实跟真实的状况差不多 那刚刚我们提到 我们都会得到一些国际的奖项 这是我们去投比赛的奖状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在图上面就会相当清楚的写 他用了什么材料 然后他大概会有什么样式 然后每一个楼层外面的处理要怎么处理 包括他的信箱门怎么开 然后雨泽怎么打 然后斜坡怎么走 你看这里到这个点 差了1米5 其实还蛮高的 那个地势差蛮高的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高度的问题 那开头的时候我们看 其实我们在画设计图的时候 现在都会很多人画3D没有错 画3D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好像是一个模型 不过一般民众 其实对3D这件事情 就只是网路电话 那个媒体上面讲3D 那大概就像个纸模型一样 可是事实上 我们的3D不是在讲3D 我们的3D是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家怎么走 我们看看 你看 回到家之后你是入口在这边 开了大门 摩托车停在这一头 这边是爸爸很喜欢种了花的 那个树的树屑 然后开了大门之后 进去里面 这边是客厅 这边是他的电视墙 就放台电视而已嘛 然后这边有个餐桌 餐桌旁边开了一个大的窗户 去看他先生去种的那个兰花 然后这边有个厨房 厨房是妈妈希望自己 不要被关在里面 那妈妈常年为孩子煮菜 然后吃家嘛 那他觉得他都是像黄脸婆 一样被关在里面 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的厨房要有冷气 我说应该要有的 你是妈妈 如果没有冷气在那边热得要死 那你怎么吃饭呢 所以我们又 因为这个房子是老房子 我们在这边 准备了一个窗型冷气 给妈妈可以吹 虽然后来他好像很节省也懒得 就很舍得捨不得开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他还是准备好了 然后会有一些很重要的状况 比如说像他的冰箱 旁边就会有设备柜 以往我们没有设备柜的时候 现在都有那种气炸锅 微波炉 烤箱 就会开始整个放在桌上 像这个时候 我们就提前把它想好了 这边做好几个大的 宽100公分 120公分的那种抽拉柜 就可以放两台 六台够他放了 然后走到后面这边 有个小小的书房 然后这边是佛厅 然后走向二楼 各位你们看 我说要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这样在看的时候 你的房子就会相当清楚 不会像过往一样 觉得我好像只能看着一个 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平面图 然后逼着不是这样专业的人 去想像怎么把它长成立体 是不是相当清楚 然后过来看二楼 二楼就比较容易 二楼就是他爸爸的房间 楼梯走上去之后 有一个起居室 那他们有跟我讲 他希望他的房子 不要感觉到容易被看到 他可能长期在国外 觉得随时都有小偷 所以他就会想说 最好是不要看得到他房间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个地方是有个隐藏门的 你感觉不到那是主卧房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楼梯 楼梯为什么都摆在这一端呢 这一端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们楼梯相当明亮 在这种街屋 楼梯其实很容易暗暗的 因为你的光线其实 我们从一把洞线这件事情 摆在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地方 尤其这种藏屋 都会把楼梯摆在正中间 然后分成两边的房间 各位如果有透天的房子 我就会感觉得到 然后你就会发现走楼梯的时候 是一个相当恐怖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渡透天 然后我常看到楼梯下去 那个窗户 我都以为可能有怪物在里面等着我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 不要做这种房子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楼梯 放在角落 它的光线很好 然后注意看到 这两间是厕所 厕所这件事情也相当重要 这边厕所 这个是它的更衣室 厕所要有光 要用通风 除非是大楼 你没办法 你只能用这个抽风机 那既然有机会 我们就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让真正的房子有自然通风 就不要装那种机器了 然后过来看看三楼 三楼是两个女儿的房间 一个女儿是画家 一个女儿是那种管理的阶层的人 画家就希望说 她房间要长长的深深的 我做画的时候暗暗的 我不要有什么光线 所以你看 这个女儿的房间 做了一个小小的窗户 我还特地给她做个铁窗 好像还关在里面一样 艺术家都有种特殊的情感 她跟我聊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想的 就在那边画室一个床 然后又画创作空间 然后这个是她的姐姐 她的姐姐比较少在家 可是她在家的时候 就是希望大面窗户 所以她就有两个大面窗户 可以看到公园的景色 那屋顶 这个地方一般跟建筑物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我们将她的冷气设备 跟她的水塔 放在她的顶楼 缩个小小空间 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比较不用再担心 未来你的水塔 在清洗的时候 你是跑到屋顶上去 而且还要跑在一个女儿园 只有90公分 爬得高高的下去冲 那好恐怖 所以我比较不会这样的状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热水器 我们将热水板拉到屋顶 但是热水器的热水锅炉 放在楼下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未来热水器的那个热水 太阳热水器比较不会坏掉 不然你放在户外 其实很容易被晒坏 好 讲完了 来 各位 看过那个之后 各位你们如果有机会做装修 就会看到你们都看这种图 是不是 比较不能够那么清楚呢 这个东西是我们专业者看得懂的 而且实在话 专业者有时候也画了黎拉 那我们把它讲得很清楚之后 再看这个 各位就更有那个平面的配置逻辑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正面 你看 正面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两层的交叠 我们试图让人们可以看到一点点里面 可是又不会很清楚 因为我也不太希望它被关在里面 你一个好的房子 不应该把自己关得好像跟外界没有关系 它还是要若隐若现 那这边开了大门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立面 这些窗屋 其实就算是为了他们开 我们都还是有做一些对齐的动作 然后这边是我们做的这个滴雨线 各位 白色的房子都会说 这看起来应该耐不了几年 它已经用快三年了 外观几乎没有什么污损 为什么呢 我放大给各位看一下 看这个 这叫滴水线 你看 每个窗口都有滴水线 这个滴水线是什么 你雨来了之后 它会透过这个外围 然后滴下去 它不会像我们过往一样 留在那个平台 再慢慢变瀑杜流到墙上 那样子的状况 就会让这边出现很多账屋 你说会不会这样 就算贴纸钻也藏得要命 只是大家就觉得只钻久了就算了 所以这个屋主他也相当好 他每隔一年到一年半 他会跟我说 你帮我找一下那种外观清洁的 那种清洗的人来 那一次大概就三五千块 帮我外面清一清 就变得像干净了 所以他其实蛮重视他的房子 每个房子都应该被保养 各位你们车子要保养吧 对啊 那为什么房子不用保养 房子保护你 车子只是行驶而已 所以本来就有保养的观念 好 那我再提一下想看 我们在画图之前 我们就会将这个 所有的窗户啊 该开的地方 彪得很清楚 相对位置都彪好 其实图 为什么建筑师跟室内设计师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图 各位可能不一定理解 有些南部 南部人都觉得说 你就跟我讲 我喜欢那种风格 就把它做过来就好啦 事实上没那么单纯 因为这样子代表 这件事情 它是不会有基本的基准的 一旦没有基准 你就无法要求施工的人 跟你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当然有人说 我就简单就好 各位 简单最好这四个字 是很恐怖的事情 代表它有可能 里面的材料也给你偷工减料 简单就好嘛 你付一样的钱 所以这不行啊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 把图好好做好 好啦你看 开了门之后 他们这边有个雨遮 是让他们停他们摩托车的 然后这边他们种花的地方 这边我们特地给它设置的 这样的一个沟槽 就是那个板子可以抽拉出来 然后可以重新调整 它喜欢的位置 它种它喜欢的花花槽槽 然后用的这个材料是美国块木 它其实属于一种结构材 虽然它其实也是 不能够长期被晒 可是它放在建筑物的结构上 是没问题 所以它可以拿来当侧板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这地方就是它种花的地方 它种了这个树 这个树真的很长得茂盛 还满漂亮的 那这边是我们特地为它做的 一个墙面的板子 也是一样做了这种事情 他就可以在他客厅 直接看到他自己种的兰花 兰花其实并不好种 但是我只好会种 我去看的时候 他好几十盆在那边放着 所以他就可以跟他的朋友 看看他种兰花的一些心得 然后走到你看他的餐桌 他的餐桌在这个地方 他就看到他种了兰花 而且他不是一个均值的状况 为什么 各位他也是要省钱 虽然他是从越南回来总经理 也是有一点经费的预算 买的房子要装修也是要有点费用 我们就透过单纯的材料 帮他省点费用 做一点交错 然后 其实这个后面这个 有一点点在模拟 这个世界地图的大洲的那种组合 然后让他感觉到 他可以配置他不同的兰花 然后一张很单纯的木桌 配上一个简单的木角 它其实看起来就相当干净了 这个案子他是装修预算相当少的案子 所以各位看起来他没有那种很大气的状态 可是他看起来是舒适干净的 你看他的客厅 他的客厅其实就是五同木 然后这边是佛堂 我们用了一颗防火的门在这边 因为佛堂可能会有危险 然后这边会有几个可以调整高度的城板 配上这个垂直的格柵 后面是书房 就相当干净了 其实看起来不会很特别高级 可是他看起来并不会不舒服 然后这边就是施工图 各位看 简单的一个照片 其实至少需要这样几张图 你看左边这个柜子 我放大给各位看看 左边这个柜子上面有可以移动的城板 然后尺寸写清楚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电视这里要讲好 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电视出现孔 不然你看电视光是一条线插头放在那边 好好的电视墙突然出现黑线或白线 好可惜 所以这边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让你的线路可以走到下面去 就不会看到那条线 然后在这边有个3D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组合状况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这种细节大一样 然后平面图也可以配置得起来 所以类似这样的图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怎么样做装修前置作业的准备 这个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般的屋主看到装修公司给的图 通常就只有这张立面图跟这张平面图 最多一个气不呆痒 可是缺了这件事情 你很难去对齐这件事情 那当然会说他会给我看模拟透视 我说当然可以看模拟透视 不过百分之八九十 模拟透视都一定会有一些不同 那这样子到时候质感上材料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边会有一些变化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小小的书房 拖个格子看到这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也不是我们为了做设计而做 因为他的女儿其实不是很喜欢客人来 可他爸爸又 他爸爸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客人 他妈妈好喜欢客人来 不然不会装当理事长嘛 可是客人来的时候他要坐哪里 关房间 他说这是我家耶 为什么要把我关房间 那我说那好 这样好了 你坐在这里他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他好不好 他说这样好像还不错啦 就是至少客人来这边聊天的时候 他可以在那边看看书 打打电脑 戴个耳机就好了 所以每件设计它都是有原因的 它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它是应该为了使用者的 专属的事情去想 回归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五点 我们再讲那几个 我们想要为家里做了流畅的动线 我们的一些机能的空间 跟每一个设计都有关系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书房 那这个书房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书桌 然后配上一个收纳柜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柜子 这边又是他们的特别的地方 他特别留了一个这样的柜 他想要放茶壶 因为他的先生常常买很多茶壶回来 然后他跟我说 我希望我可以去那个展示柜 拿着一个我展示品 直接泡茶给客人喝 他说这感觉还蛮有那种尊敬客人的感受的 我把展示品拿来泡茶给你喝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所以就特意给他做了一个镜子 为什么做镜子呢 因为我们希望他柜子不要有柜子的那种封闭感 他能够用玻璃然后去透空然后打个光 就相当舒服 好 所以看 妈妈没有被关注的我刚刚说的事情 做了一个拉门 妈妈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平常是门都开着 没什么在关 所以妈妈在那边讲话说 孩子们跟他是有互动的 先说一下他孩子都已经二三十岁了 不是那种一二十岁的 都已经在工作了 可是他们感情相当好 他爸爸其实是当地的模范爸爸 模范父亲 我在他身上有学到很多 对孩子的一些付出的那种心血 好 那看到左边这个地方是楼梯 楼梯上去之后 看到有没有感觉到他是亮的了 一般楼梯上面看起来那个暗暗的嘛 是质量的喔 这很重要 等一下往后看 那我们提一下 有关插座开关这件事情 没有个装修的人不care水电 可是水电这件事情 常常都藏在墙壁里面嘛 说我也看不懂那个图 你画一堆有没有生物图 你看得懂我也看不懂 反正我交给设计师 应该就可以解决 不一定喔 很多设计师也不一定懂水电 那我们为了克服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去学 怎么做水电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平面图 我们把所有的水电管线画出来 然后插座 然后放大 你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立面图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插座被放在上面 尺寸标的一千二十 220伏特的就写220伏特 在哪边一目了然 然后在旁边这一段的水电的管线 管子在哪里 然后哪边有出水给水 220 然后哪边有灯 然后做什么材料都显得很清楚 刚刚我说冷气在这边 看到吗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 看到门这边有什么插座都显得很清楚 然后看不懂没关系 我们还有3D可以看 3D上面也做得很清楚 所以一个厨房 你只需要这么一张图 频率颇透全部都有了 这对屋主来说也看得懂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做全程监工 我们会请屋主要参与 所以屋主去的时候拿这张图 他也可以说 这个地方好像插座可能还不够喔 你帮我加一个好不好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嘛 至少他看得懂的图 我觉得这相当重要 因为他有个依准 有个依准 以后再做事情就会相当好 我今天其实来分享的时候 是想着如何对市民朋友 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现代的工作模式 让市民朋友以后有机会看到 任何的土说的时候 你不会变成说 好像我能 我只能够依赖我眼前的这一个人 去完成一个好几百万的事情 我心里也怕怕的 可是我听我的朋友介绍他还不错 这件事情尽量不要发生 最好我们也稍微看得懂 那网络上有很多像Mobile01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那种所谓的分析者 他会跟你讲一些装潢的细节 其实那也不错 可是那往往都是在 比较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告诉你很多次自己来就好 所以记者不一定比较好 那也不一定OK 我觉得要抓个平衡 所以今天我比较想要 谈这个事情跟各位分享 好我们看看楼梯 你看楼梯我们做了一个钢梯 为什么做钢梯呢 你说钢梯会不会比较不稳 其实没有了 钢梯就是韧性比较好 所以他其实会有机会会晃动 可是他有机会可以把 这种构造做得比较安全 因为韧性好 代表他结构的耐性性也比较高 然后你看垂直板就是玻璃 然后踏板就是磁砖 所以他相当干净 然后也不会感觉到那么封闭 看下一张你看 他的每一个楼层 在楼梯这个地方看起来都相当漂亮 而且也不会觉得我被闷在楼梯里 那他们没有电梯嘛 其实他们也蛮重视健康的 所以他也不想坐电梯 你看他们会在这种 深框里面种一颗植物 看起来就相当舒服 然后这边我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所有的窗户都做推窗 我们也导证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过往看到的窗户 其实都是横拉窗 横拉窗其实在绿建筑手册里面 就已经明定的说 横拉窗的那个通风率 其实没那么好 推窗比较OK 那我自己也去实测 你只要让他左右两个推窗 去做对流 其实对空间的通风性相当好 各位家里如果有横拉窗的人 你们有机会他可以左边右边拉 你试试看不要把它拉到底 你不要拉单边 你把它拉到两边有漏缝 你家的通风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回去可以试试看 你看楼梯我们也在这样做 楼梯有一个相当好的基准 就是楼梯走到那边 然后怎么踏上去楼上 然后楼梯的踏板跟玻璃是怎么画的 然后窗户怎么开 你看窗户其实都沿着它开 跟它产生关系 所以这个楼梯的亮度就会好 而且也安全 好 你看 留在往上看 其实你会觉得这把楼梯是干净的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轨道灯 让它亮起来 晚上也相当亮 然后会做一些比较重要的高窗 让光线可以从上面撒下来 所以你不会觉得回到家的时候 好像走在一个封闭的地方 因为每个楼层都不需要去 那二楼的空间呢 它其实是爸爸妈妈的起居室 他刚盖完房子过没多久跟我说 有个那种国外的 那时候还有机会那种背包客来 他们就是上网也提供这个offer 那真的就有国外的人们住 就住在这里 也住得相当舒服 也就是说他其实满足了他一种 他有机会可以去亲近他周围的朋友 朋友来可以睡 因为他其实这边 实际上他放了一个沙发床 他们选的沙发床的样式真的是有点 有点年纪 所以我实在拍不下去 我只好先把它借着搬开 然后放了一个小桌子 可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满足了这个东西 你看下一张 它就可以关起来 变成是一个独立空间 然后打开的时候就变成起居室 所以他变得有机会做什么事情呢 有机会跟孩子在这边互动 因为孩子们他其实跟爸爸妈妈 如果只有在一楼互动 其实是比较像在吃饭空间 客厅看电视空间 到这边可以聊聊心事 譬如说两个孩子的情况不同 你总不能说我要跟孩子谈事情 其他人都到楼上去吧 不然他就要到二楼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 蛮适合他们家的 那他要做的时候也做好 而且各位你看得到 他的房间门在哪里吗 就这个地方 一点点看得出来 但不明显 所以也完成了 他说我的房间 不会被看到那种状态 好 各位看一下他的这个主卧房 主卧房其实是这样子的 它不会很复杂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高窗 他这个窗帘拉下来之后 他白天的时候他可以知道 一点点光线露出来 早上六点了 早上五点多了 他一早就起床 他们起得很早去运动 那左边这边可以看到 很重要的这个街景 事实上他贴成白霧膜了 可是他其实可以开窗 看得到路景 你看下一张 那这张就是他们装修很简单 他只需要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背板 然后放几本书在旁边 然后可以插电 因为他们是退出的夫妇了 也没有像我们现代人 就是手机都放头旁边 事实上我也不太希望这样做 你睡觉的时候手机放头旁边 其实不小心来个讯息 尤其iPhone还会闪一下 睡了早才怪 所以我叫他们尽量放在桌子那边 所以他们都把手机放在这一端 你看这边就可以看到他的宿井 他的公园 他的公园就在他的路景这边 所以其实他们的装修相当简单 就是很适合那种退休人士去好好的放松 那也真的做了一个不错的房子 给他的孩子 好 所以你看再看一次他的天花板 就是他的屋顶 跟周围其实 如果你乍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好用的这种 也是铁板瓦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两样 可是就可能没有像周围这个状态 那这边其实是比较高级的房子 他跟我说很有趣 这些看起来很贵的房子 都还来他们家说 我很羡慕你们这种房子 因为这边都长得一样嘛 对你家不一样 所以他们算成功成为社区的一个核心焦点 好 那这夜景的状态 你看他其实也不会很耀眼 可是他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基本上开窗的地方 下一个房子他比较像是一个年轻夫妇 刚准备要生孩子之前的一个小房子 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房子在 如何让一个巷弄街屋充满自然光 如何充满自然光这件事相当重要 其实街屋这件事情 它其实没有办法感觉到很亮 那它巷到只有六米 能车开进去都很困难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POMENTOS 这是我们自己常常画的一个图 就是我把一个房子切了一刀 然后往里面看 就像看模型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把车停进来 然后走进他家的小小的客厅跟餐桌 一个书柜 然后走楼梯到前面这边是厨房 走到二楼去 转个转台之后到他的主卧房 再转一个半台 变成他的更衣室跟浴室 再转个半台到他们的起居室 跟他的小朋友游戏室 还有另外一个厕所 然后楼上这边是他的晒衣空间 一个图可以相当清楚的把整个空间带出来 好 这是他的入口 你可以看到入口看进去的时候 这个窗户是后巷的窗户 这边有个自然光撒进来了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像是一个被关起来的空间 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图跟各位分享 好 你看到这个房子 你看巷洞从这里到这里其实才8米 再扣掉这个摩托车 一台车过去都相当困难 然后这两个夫妇 因为他们挣了大概八九百万 好不能把这房子买下来了 他们还没有车 他跟我说我要放一台车进去 我说你认真的吗 他认真的 然后我就想办法把这个洞打开 然后我一开始也不太相信 他真的可以把车停进去 但是不能很大 中行修理说还可以 所以代表我们成功 因为你看这边 这个车一停进来 实在的话这个路就几乎不能走了 所以在这个巷弄里 他还要拥有一个汽车位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不容易的 让我们也试试看把这个事情完成 过来 你看他外观 正常来讲是不是像这种街坞 就开好大的窗户 然后装上铁窗 也不用我们做什么事了 就直接装这样就好 可是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可惜 一个好好的房子 你把它关了个立面 然后像牢狱放在里面 就已经在窄了 你又把它关起来 所以我们就特地去想了 用玻璃砖的这种方式 玻璃砖敲不破的 它很厚 然后旁边开了个相当小的窄窗 推窗 角度也打不开 然后用强化交合玻璃 敲也敲不破 所以不会有人从前面爬进去 也爬不太进去 要爬也是爬屋顶 但屋顶我给他做了铁门 他也进不去 所以要偷这个 不如先偷旁边这种 这一栋 不是叫大家去偷 我只是说不如偷这一栋 不要偷我这个 偷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 虽然看起来干净 然后也完整 可是它不会有安全问题 回到我刚刚说的 安心感这件事情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为了设计 是为了安心感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动作 好 你看 这个房子 它在这个巷弄里面 相当窄 小 你看 很窄很小 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你看 车子只要一台要进去 另外一台就过不去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克服它 然后这是刚刚那个图 你看 从进来停车场 请去放鞋子 然后走进来 这边是沙发 然后过来这边是 餐桌跟 这个它的 放书的地方 小厨房跟一楼厕所 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是后面 那个窗屋的位置 它本来的房子 在这边有一个 小小的很小的夹层 把这个窗屋挡掉了 我们把这个楼板打掉之后 窗屋就撒进来 然后本来楼梯 全部都聚在 这个直线这边 非常陡 那他们说 他们两个年轻夫妇 才35岁 还没有生小朋友 准备要生 我说如果你生小朋友 那个抖的楼梯 肯定会让它摔下来很危险 所以就做了一个 小小的转台 让小朋友有机会 在这一个白色的墙上画画 然后它是磁性玻璃的墙 它可以放那些磁铁 然后它可以在那边玩 然后再走到楼上去 这边有开两个小窗户 可以看到楼下的爸爸妈妈 加上他们有想过养猫 但是猫还没带过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带过来 猫就有机会坐在这边往下看 猫是很喜欢从上面往下看的 所以这边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走到他们主卧房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书桌 这里有个衣柜 衣柜 当好去挡住他的书房 跟他的主卧房的关系 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玻璃窗 玻璃窗格 然后有个很大的电视 他们看电视 然后走到楼上 就更衣室 跟他们的主卧厕所 他走到楼上 就是小朋友的地方 注意看 小朋友这边开了个小天窗 这边也开了个厨房的小天窗 等一下可以看到这两个天窗 这两个天窗 也回到我刚刚的那个主题 充满自然光这件事情 那你看我们在画完图 这是时空图的一部分 画完图的时候就是像这样的图说 我们把每个空间的托式图 都抓出来 是精精确确的去告诉大家 那个屋主 你未来房子完成就是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来检视一下 是不是跟我画了一样 那一样的我回到刚刚那个房子 你看 所有的窗户都有滴水线 你没有滴水线 这个房子马上就变成黑色的线条了 所以这件事相当重要 然后你看这个窗户相当窄 所以进不太去嘛 下面是固定窗 然后里面就是干净的一个出口 然后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各位有机会 再做那种所谓的斜坡 千万不要把那斜坡的底做到前面 你一定要退回来一点点 因为那个地方会容易压断 这地方 像我们这样子切个底 那个底那个盾才不会压坏 不然那个碎碎的三角形会被压断 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做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再把它做像隔壁这样子 肯定会吹掉 现在我们都会做这样 甚至如果经费预算够一点 我们会做个L型的铁条 金属不锈钢条 压在前面 就比较不容易坏掉 好 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利面 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跟屋主说 你们两个夫妻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日 结婚纪念日或什么的 那QR Code其实是可以上网自己做的 我们就请他找他们两个 有一个特别意义的事情 去上网做QR Code 然后就产生了三组QR Code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 那我就照你这三组去试试看 帮你排一些利面 你喜欢哪一个 那最后他就选了一个他喜欢的 才产生了这一个设计的利面 所以我刚刚说的 如何让这件事情产生激动感 你看着这个QR Code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这是他家的东西 别人看不出来 别人就觉得 好像就是一些有趣的开口 可是他们两个就知道 这是他家的 所以没有别人可以取代他们 这件事也相当重要 那平面图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其实看平面图 相当简单 它是一个很小的房子 你看就这么窄 色情快满了 然后开个门 餐桌在这个地方 走上去厨房 然后厕所 楼梯 然后主卧房 然后三楼的更衣室 四楼的两个空间 很小的一个房子 如何把它做得精彩有光线 各位看看 你看一进来之后 我们因为有楼梯嘛 楼梯这个地方是楼梯的平台 我们特地做了一个框 让这个 用日本块木去做出一个桌子 让他们四个人可以坐在这边 目前两个人 如果生两个孩子 就四个人了 这个地方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下来 搭配着一个小小的软垫 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小小的窗户 一个固定玻璃 有机会 小朋友坐在这边 可以往下看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这是那个磁性玻璃 然后这边是厨房 再往上走 这地方就是那个窗户 那你看 这地方在做这个平面图的时候 我们有相当多细节 平面打开门 然后桌板怎么脱缝 怎么打光 然后细节怎么收头 然后跟怎么安装 然后在这个楼梯下面 有哪些事情要注意 其实这些图对各位来说 都没有太大意义 可是对我们去执行 公班跟我们的互动 就有很重要的关系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开了另外一个小小窗户 走上平台 这边可以画画磁性玻璃 再走上去之后 这边可以停动下来 这边可以看到楼下 然后这是他的太太 相当喜欢的书墙 这边有个相当深 100公分的一个沙发 本来他们也是想省钱说 那我就买个沙发来就好了 我说你确定吗 因为这样做完之后 你可以有个相当完整的空间 你不会那个沙发是很像是 都跟空间不协调 那这样做就有相当大的好处了 那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他一样可以在楼梯这边 可以强调好所有的细节 然后这个是有沙发软垫 它下面都可以当收纳空间 所以他沙发上面都是空间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窗户 它的窗户其实是这个 一个开口这么大 我们特地做了一个斜板拉过来 各位看一下 这个斜板拉过来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等一下可以看到 这条线是垂直的 各位 风水这么重要 南部人应该很少说不重要的 我自己也或多或少会信 所以我信是说我自己也学一点 然后有时候我会找一下他们的老师 或是我找人家的老师 我认识的老师来帮他看 我觉得这是个安心的起点 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时候 你不做 等到你做完设计之后 他就说 你这不对啦 那要改啦 那要上座上位啦 你怎么做啊 你小娘怎么办 我就不要这样 我就先把它做出来 那条线很重要 那条线就是一个 玄关不会冲的状况 你看 这条线这个窗户是直的 所以他并没有去冲到 我这个主要路道 然后后面也没有后门的问题 你看这个光线 从这里这里都可以看到漏光 然后这是我儿子拍照的时候 配合我在这边看一下上下 你会觉得那个小小洞口很有趣 因为有机会可以看到上面 然后这个楼上走上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有人可以走上走下 都看得到那个环境 然后他的厨房开了个天窗 因为他其实后面是一个铁皮屋 所以铁皮屋上面开了个天窗之后 相当有趣 他的厨房本来应该是暗的 尤其我们还解决了 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隔壁也是厨房 那因为以前是那个 砖造加上一个铁皮屋 它上面会有漏缝 结果他们大概20年30年 屋垢没有清过 那个煮菜的时候 这边都是一个很浓郁的 那种油垢味 那我们就尽量把它给封起来 那所以透过这件事情 光线下来就会让后面感觉不阴暗 然后这个西方市 他们的房子原来大凉 它先生将近190公分高 这边高度只有201 所以我已经这样把它拉高了 然后试着让这件事情看起来 是拖住这个天花板的墙板 那各位有机会去看到 B&Q Hole或者IKEA或者是哪里 都会跟你说系统家具的橱柜 我们这里其实试着 当帮屋主做一些 比较完整的事情 就是我们没有用系统家具 我们用木工去做 但表面用那个 比较防火耐火耐烈 把厌的板材去处理 那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相当注重健康 所以我们在房子里面用的胶 都是五甲犬的胶 然后涂料也是五甲犬的涂料 然后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板子之前 都会喷一个五甲犬的喷剂 让健康可以被提升 也没有花多少费用 好 你看厨房就是这样子 我们会将冰箱设备柜洗碗机 设备柜拉好 然后3D可以看到它相对的关系 然后你看 刚刚就是跟墙面的梁柱的关系 我们把它拉够 位置在这边 好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说的窗户在这边 你看窗户其实无所不在 都一直存在这个空间里 所以它亮度会进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看看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面 你看从这个进来的 这个太亮 太大了 从这个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鞋柜 然后它的厨房 它那个餐桌 然后到它的厨房 有个相当的送纳柜 然后再到这个后面这一端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窗户的关系 然后平面图可以对过来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 开口这个位置有没有 窗户可以被打斜下来 所以其实各位可以感觉到 这个房子不会像是一般的街屋 如果各位现在还住在街屋的话 你就会回家看看自己的房子 你会觉得一旦到黄昏的时候 一楼 尤其是一楼空间 如果你隔壁有比你高的房子 比你低的房子还好 二楼 三楼可能有床 一楼就会相当暗 尤其是家里深 我以前住在40米深的房子 我家里真的很暗 然后后面又是只剩一米五的巷子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放到我心上 在做设计的时候 尽量要把这件事放出来 那这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图 把所有的事情拆开 因为它也是属于 其实它属于比较轻装的房子 它不是很重装修 可是它是年轻人的轻装修 所以它真正的一楼的柜子 就只有这一个 像这一个橱柜的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它衣柜的这件事情 二楼就只有一个简单的衣柜跟出桌 三楼更衣是一个 就没有装修了 其他都建筑物的事情 所以各位知道吗 这栋房子从改建到装修完 其实它装修才花150万 然后改建其实才花500万而已 花的还蛮少的 当然我以后不太敢做这种房子 因为我做了两年才把它做完 这不好做 那你看主卧房 你看主卧房它做了一个猫道 因为它猫要带过来 它有机会可以跳来跳去 跳到上面 然后还没有猫道之前 这边可以放起来讯相机 然后这是那个窗户 你看其实从里面看过去 它的光纤是柔和的 不会觉得不舒服 而且对面这个人看不太到你 然后我们做了整面的卷帘可以放下来 所以晚上的时候它是相当干净的 加上有个重要的事情 窗户再怎么厉害的隔音 它也是靠那个细胶条 这种玻璃砖 它其实是要一层一层的封起来 所以晚上的时候 几乎听不到街道的声音 是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例面这件事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夜景 那它就是晚上它在使用的时候 跟别人的感觉不同 你看别人就是又开了窗 又很怕所以又挡了很多板子 然后因为隔壁都是年纪大一点的阿伯 所以他们都喜欢用白光 所以看起来有点 又加绿光 我会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 反正这样看起来很显眼 其实我们一张照片很有趣 一个阿嬷在那边狂拿手机拍照 我觉得好有趣喔 就是那是一种很强烈的对比 但是很有趣就是 我们真的完成了一个街道上的一个亮点 让人们可以欣赏一下 又不会觉得那房子有突兀的感觉 好 地平26平而已 蠻小的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得了比较多奖 这个房子得了台湾的奖 日本的奖 然后德国的跟意大利的奖 那为什么他会得到那么多奖 我也觉得蛮有趣 但是我们 这种案例比较少 这房子在嘉义 那嘉义这个房子呢 它其实是在一个很快速的街道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23度北回归線那一条路上 车子很快 那个小朋友在那边成长 根本没有游戏场可以玩 最近的地方要开车 大概开15 20分钟 所以他在那边长大的时候 他一直得不到一个房子 然后这个屋主住在 这个红色的隔壁这一栋 他一直想把隔壁买下来 不卖之不卖 然后到某一天 就是大概这个 大概三年 两年多前 他突然说我想卖了 然后他就 二话坡说隔天把它买下来 其实也没有很多钱 300万以下吧 都市看起来还好 这是嘉义 那买下来之后 他就跟我说 我想要改造这个房子 但是我是要给我家孩子玩 那我家孩子他现在还 那时候是四岁 还没有上 五岁还没有上小学 他刚刚上小学 他说我希望他在家里的时候可以 有机会可以去读读书 然后我可以跟他互动 但是他有保有他自己的空间 那这个房子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叫做完全娱乐馆的状态 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孩子的游戏场 但他其实还是要考虑到 很多未来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原来的状态 然后改变的状态 其实没有改变太多 因为这房子 比较像是偏室内装修 它是一点点建筑跟室内装修 可是我们重新改造了楼梯 然后主要是做一楼二楼 那因为这个屋主有相当多车子 他不需要让他的车子可以停进去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到 他的一楼会有一些停车的空间 那我们改造了什么事情 你看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楼梯 走上去走到平台 那原来楼梯其实是钢梯 而且又很陡 根本不适合小朋友走 所以我们重新改造了这一段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考虑到小朋友 在一楼的这个平台下 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 那后来他出生了一个妹妹回来 就是妹妹也出生了 他们两个就是在这下面可以玩 然后游戏会可以在那边游戏 然后走到二楼之后呢 这边就是上来的平台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这一段 其实是原来楼梯的位置 那个原来楼梯的位置是有个高墙的 这房子已经四十几年了 你觉得我可以乱拆那个墙吗 很危险喔 所以我其实我并没有把这个墙拆掉 我们把这个楼梯的侧墙留起来 那留起来之后 包覆之后 我们让楼梯走行去 变成一个平台 那因为我们想要让小朋友 有机会可以去 看到不同的空间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窗口 去对着光到外面 然后让小朋友有机会 坐在这边可以看看书 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平面图 你看一楼也是相当长 这个平数大概也才25平吧 蛮小的不是很大 当然我其实有很大的案子 我只是觉得 住家这种东西要轻巧 越是不好做的 我们把它做出来才越有成就感 那你看 停了两台车在这里面之后 爸爸可以走到这边去 他这边有个小小的盒室 这盒室让小朋友如果 他还没有要回去睡觉 他小休息的时候 可以在那边休息 然后加上他们家 有可能他的妈妈 有时候会从屏东会上来 就可以在那边休息 然后走到这边 有做一个小小厕所 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平台 然后走到二楼上去之后 从那边走上来 二楼上去之后 这边要走三楼了 这边有个小小的厕所 走到这边 这个是爸爸的视听室 爸爸可以在那边看电视 然后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 然后走到这边是那个平台 然后这边就是读书的区域 我特地做了一点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儿子也刚出生不到一岁 我觉得小朋友要读书 要是他的量的地方 你不要把他关在一个地方 叫他读书 所以我们特地把读书的空间 留在这里 所以小朋友真的在那边 读得不错的书 他在那边玩游戏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是跟外界借在一起的 他不会觉得不关在里面 然后三楼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 他们有很多小电动汽车 跟攀爬区 还有一个帐篷弹跳区 看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看一楼进去 两台车 他爸爸有很多跑车 就蛮有车子的顶困的 那你看 这边我开了个小小窗户 爸爸站在这边的时候 可以往下看到他的爱车 所以他可以欣赏他的跑车 其实我觉得爸爸 为了孩子买了一个房子起来 装修给他当枕栋 也是蛮有勇气的 因为那房子以后装修成 可以睡觉也不容易 那走到这边楼梯走上去 就是楼下那个小游戏空间 楼上去走上去 全部都石墓 然后走到这边来 再走到这边是爸爸的那个事情室 你看这地方就是本来楼梯这个地方 所以走上来之后 到这里 然后从这边开口 我们就把它叠起来 变成另外一个小开口 然后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个小小的开洞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 跟三楼的小朋友产生互动 然后这个高160公分的隔渣 让小朋友蛮安全的 所以这个房子其实 就是植入了这个事情而已 也没有太多 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小小的书柜 让他可以看到外面 好 所以回来看这边 你看这个洞 就是我们刚开的洞 小朋友在这边可以看到楼上 而且声音可以互传 所以楼上跟楼下 妹妹跟姐姐可以互动 然后这边就是读书棚 你看在这边读书 自然光灑下来是相当舒服的 再者你看这又是个街屋 你一样不会觉得它很阴暗 因为我们尽量把光线给踩进来 好 那你看这个街屋就是我刚上的 你看本来的画图就画这样子嘛 一个高起来的地方 然后楼梯走上去 然后这边又开了另外小小的洞 让这边的灯可以打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走上去 流下来 走上流下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说的 楼上三楼 可以看到下面 我们用了茶镜去把它整面延伸上去 所以你在楼下可以看到她姐姐在楼上 然后可以上下互动 其实姐妹也不是说感情就一定会非常好 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需要分离的时候 所以有些时候姐姐妹妹吵架的时候 就可以到三楼搭帐篷 在二楼玩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这个开口可以跟她说 姐姐 没事了吧 不要吵架了 讲一讲就好了 因为她们现在都长大了 好 你看 这个房子就是这样子 这个构造带进去 然后楼梯盖进去 一个房子盖进去 然后一个楼梯 就没有了 一样不是很复杂的装修 但它可以为空间带来相当多不同的层次 好 那这个是我的儿子 那时候才九个月 还比较会爬的时候 现在走路会跑了 好 那现在接下来要讲的是 比较偏直接设计计的房子 这在台北的房子 这个房子它是一个 台北的滑固新天地 如果有台北人可能知道 滑固新天地这个房子 不一定知道 那这房子它其实是个楼中楼 相当小 20坪而已 就20坪 你看起来很大 它20坪 因为它是个楼中楼 那它的楼高其实才3米6 扣掉那根梁90公分 其实也才是2米7 那如何做成夹层的房子 并不容易 但这个房子有个好处 它面对了它们内景的公园 这边它们公园 它有一个相当大的露台 所以它房子可以看起来很宽广 那这个是一个妈妈退休后的房子 它就是只是在这边它想要一个人 因为他先生也没有跟他在一起 那孩子都长大 他们孩子也都相当有成就 自己都有房子 所以它也不太需要在这边跟他住 所以它楼上的空间 只是为了孙子或孙女回来要住 所以楼高不用很高是无所谓的 那这个人是竹山人 那竹山人他其实每年都还是会回去 那竹山其实有相当多的那种传统的木头 所以竹山会有哪些元素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 这个房子跟刚前面几个房子层次是不一样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房子比较像是 那个人他已经他其实相当有钱 那他需要让他的生活层次到个level 他的朋友来会觉得我到一个 也是相当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地方 可是他这个人又很朴实 他不是很希望我自己用那种很绚丽的材料 然后很高级的什么东西 他希望看起来是素雅的 他这个人其实也想呈现这种效果 所以看到我用白砖 这个砖头就是红砖 红砖其实是白砖 可是为了让光线穿透 我们把它叠开来 所以旁边的光线可以穿过来 然后用石木跟石木的梁去做 那种所谓的相村的气息 但是又不能做得太传统 如果我做了很多像下面这种石木的状况 看起来又太沉重了 所以就做一个很单纯的屋形的方法 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做造型而已 他天花板要装冷气 其实是需要把天花板留一点空间给他用的 好 那这个房子我刚刚说了 他其实就是在他们的房子外面有个游戏场 然后他自己有个内体 那你看这个是一样剖的一个面具看 你看这个妈妈在这边 对着她的这个客厅的桌子 然后这么一个庭院 楼上这个天花板其实相当低 到这里这个玻璃其实只有一米六而已 一个大人其实在那边已经幾乎是无法垂直的沾药 所以你可能坐在那边跟小朋友玩 但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够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概一米九的空间 睡在这里是OK的小朋友 然后这边有一个单人厨房 这边一样有一个他的房间的门 所以房子其实不大 你看这个房子这么大而已 就这么小 外面都快比里面大了 所以你看进来之后 他有个书桌 那个餐桌 甚至是泡茶桌 然后这边有个书桌 那这边是他的房间 这边是厨房 那他的厕所其实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位置 所以你不能让厕所露出来 你看厕所直接在客厅就看得到 其实是一个不太舒服的状态 然后他送到空间又相当多 我说他很有钱 他包包有好几十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晒他的包包 所以我就帮他做了非常多 放包包的位置 然后他的厨房是不需要大餐桌的 因为他就一个人 其实他平常也不太在家吃饭 他说他每天一个礼拜在家吃饭的时间 其实也不多 都被朋友约出去了 那后面这边是他养鸟的地方 所以做了一个隔渣 他有好几只很大只的鹦鹉 好 你看进去之后 有个大的收纳柜 然后是迎接那个 看到这个白砖 他其实可以看到缝隙是通过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砖 是这种沉重感 然后这边一个小小的跳台 他其实让他看起来 很像是有个高起来拉高的感觉 然后右边这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隐藏门 是往楼上的楼梯走的 那你看 这个是当时的图 这个柜子相当大的丰富的收纳柜 然后我们把这个门挡住 做了两层门 所以这边有一层门 在第二层门 才能进到他的这个厕所 然后这边全部都收纳柜 所以在这样的设计之下 你不会觉得你的家 多了一个很强烈的这种收纳柜的空间 你看它本来是都平的 然后这边才是打开的 所以这个柜子不会那么闷 然后它也有相当大的丰富的收纳空间 然后我们的门片都会画得很清楚 所以上下收纳的位置都会被标出来 你看内部的收纳柜在这边 好 那我们回来看看3D 你看 进来之后这是收纳柜 然后这是我们的客厅 外面这边是他种花种草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小朋友游戏 这是外面他们的小内庭的公园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主卧房 然后这里等一下会看到楼梯 从上面上去之后 下面有个小小空间 这边是他现在很好的图书空间 然后这边是他的这个书房的 就是他其实是做骨票的 所以他其实有三台萤幕放在那边 好像变四台了 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可以用 然后这边是他的厨房 然后后面他养老的地方 好 再看一次我们刚刚那个头颈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墙 就会有这些事情 打开门之后这个窗户 跟他的关系 还有这个透空的效果 然后这边是上面那个位置 然后这边 其实我刚刚说过的 所有的细节都要有 机能要有 所以以后如果要放电视的时候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抽屉 的管线就可以穿过来 所以他不会感觉前面有那么多 奇奇怪怪的线可以处理 然后细节也都有出来 就像这个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若有若现 你可以看到里面这一端 但是里面这一端 跟他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有个小小的厨房 这边是用一个石木的木柱 去串联这一端 那这个是实际式一开始设计 他其实想要做火炉 然后后来我都把火炉都准备好了 有一次他点火之后 他鸟去啄了一下 他鸟差点被烧起来 他跟我说 你把那个火炉给我清掉 我说好 我帮你把它拿 那一颗好几千块 从此之后就种了很多花 就是让鸟去啄 所以花了很多体力做这个事情 但是后来也没有用 但是他因为他看了很多杂志说 火炉好漂亮 我喜欢那种火炉 我说好 帮你种一个 然后那个还要点火 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后来他就不要了 但其实细节很麻烦 然后你看到这边 就是他的一个大的出桌 未来要放很多荧幕 然后这个地方很有趣 这个地方就是 刚好楼梯下面的位置 所以就有一个楼梯下的读书空间 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坐在那边 看着他外面的种花 然后翻几本书 相当舒服 然后他这个人 我说了他其实相当传统 所以他用榻榻米在睡觉 有一些现在的人 他睡榻榻米会腰酸变 他不会 他就喜欢睡这种硬挺的榻榻米 日本的榻榻米 还放那么大一间厕所在那边 你看光是他湿气就吓死人了 房间也发霉的 然后你看这个房间 你是不是看不到冷气主机 冷气主机全部有藏在 这个天花板 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里 所以他的出风回风都不会吹到头 可是你看不到任何的设备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这个安心感跟精神这件事情 这很重要 你回到家看到有台冷气在那里 你就会一直觉得 久了想把它盖起来 但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出现 好 你看我们这边 就有3D 看到这个地方是两个门 然后这个是他的抽屉的位置 然后这是他床的位置 那我们先来讲下一个 这个预算很高 这个花了大概会2000万 做一个70平的房子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比较高端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也得到意大利的赢奖 那这个房子他在 就是高雄的华人会 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的孩子在多国小而已 那他希望他的家是他一览无遗的 那这个房子本来厨房 其实在一个角落的空间 其实多数的建筑都这样配置 他也很怕有钱人 其实是传统的观念 没办法改变 所以这个房子 做最大改变就是把 原来在角落的厨房 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空间 然后将客厅开放出来 所以我们提他叫做 自然开阔的生活感住家 那这个房子刚做完就上了杂志 那这个杂志在提的事情 他提了一个有趣的开头 他说光与空气的原无曲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房子 其实好像也都不太喜欢自然的空气 因为他会觉得空气很脏 高雄的空气品质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就装了全身交换器 让空气可以被过滤再进来 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感觉到 他有一个相当舒适的空间 然后过来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风水的挡物 很有趣喔 我门打开进去之后 他说我不能直接看到我的窗户 那我要怎么挡住他 一般是不是在前面挡一个玄关 他不是他就是跟我说 你帮我挡住我的这一段就好 一样挡掉了嘛 不然他看那么大 挡掉之后 变成他的设备柜 他的音响设备柜 所以风水有很多种解法 不是说只能够照 传统那种切法而已 你看 然后他的开阔的空间 因为他这边有个相当大的大梁 会切下来 所以这个大梁其实是 比较不舒服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 你还可以看 那再看一下这个作品 这作品其实是 在我们高雄的一个医生的家 那这个医生的太太 本来也是悉尼医生 后来他不做了 他去做糕点 做得超级精致的 我每年的蛋糕都跟他买 我孩子的蛋糕做得很精致 很厉害 那可是他是做开心的 这个房子也花了一块一千万 做开心的 为什么 他做了精致的那个蛋糕 就是做了他也不太赚钱 卖得很便宜 可是他需要一个很舒适的空间 那为什么叫糕点日晴呢 因为他们很喜欢日本 他们几乎把日本当第二个家 一年大概有 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日本 只要他们旅游就去日本 所以日本所有的地方他们去过 他们甚至那边有一些固定的旅馆 都跟他们熟 那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房子变成是 他到台湾另外一个家 因为他本来住的房子 其实就是传统的一般的样品屋 那里面放了相当多的那种玩偶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地方 这些东西都是一堆龙猫的玩偶 跟一堆LINE 然后还有那个Tommy Carla小汽车 如果这边有小孩的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相当多那种东西 很难做收纳的事情 可是我们却把它做出来了 好 那进来的核心空间就是这一段 进来之后这边有个收纳 然后这边有个收纳 然后都是展示的 然后这边有个长三米的长桌 然后他有个好的厨房 可以让他做他的蛋糕 那这个房子 其实我们有做四个事情要面对 医生嘛 我很难不做健康的事情 虽然我本来就很care 可是他care的事情比我更细节 过来他们两个要有绿化 两个要有绿化 一个喜欢种树 一个喜欢看到树 不要有树在里面 他说长虫怎么办 我跟他讨论第二次 然后他就说 事情不要设计了 我回去炒一下家 讨论完再跟你讲 先不要做好了 过了个月跟我说 我们协调好了 我听我太太的 我生一些树在里面没关系 后来我就说 那我想个办法 让你们有植物 可是又不会看到植物 等一下怎么发现 我在跟你们各位讲 然后我们要放一些 艺朗的空间在里面 我希望把那些收纳的小物品 变成是艺术的一部分 而不是那些东西变成主墙 因为我们不是在卖公仔的地方 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卖 他就看到就很疗愈而已 因为他们没打算生小朋友 好 你看空间是这样子 进来 这边有个L型的收纳柜 这边有一个鞋柜 这边有一个展示墙 然后刚好把他的洗衣空间放掉 然后这边有个开放空间 可以让他做瑜伽 可以让他做相当多的开放活动 然后这个地方是厨房 走过来这边架高了10公分 这一段 这个绿色的地方 就是刚好这个房子的一个特点 这个房子 刚好在这边开了一个小小的落地窗 出去一个小小的小阳台 那边有个大阳台小阳台 我们就透过这边做了一个玻璃隔间 让它窗户随时是开着的 所以那边其实是有自然的空气 可以流进来 然后我们用一种叫做水根的做法 去做这个水根的这种植物 让它垂掉下来 然后前面取代了一个 用头萤幕取代的电视墙 让这个地方可以有 降下来之后有个电视 可是又不会感觉到它是 看到电视的传统的墙 然后这边有主卧房 跟一个相当长的浴室 它把两间浴室打成一个大浴室 它把两间浴室打成一个大浴室 然后这边有个次卧房 好你看就是这一段 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其实有头萤幕在这里 然后平常时是绿狼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垂掉的植物是 自然长下来的 那这个其实也没有很贵重的植物 它就是一般的这种 我们常常用长春藤等等的植物而已 可是它看起来 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电视墙 不然你看回到家看到电视 你不看它好像觉得很可惜 一台电视好几万块 可是看了之后 就定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滑手机也不舒服 那他们医生其实 那个医生是心脏科医生 他已经要常常开刀 已经很疲劳了 你还让他看那些东西 他也不舒服 所以他们两个的生活做起 是不一样的 在这边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吵架了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透过示意者 帮他解决也蛮开心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细节 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有一个空间 然后上面有个很简单的 金属的U型的槽 然后将水慢慢的滴过去 刚好旁边有冷气的排水孔 然后就可以变成这样一个事情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整个动物线 你看进来之后先到这个餐桌 因为它有可能会有让人家 上来拿蛋糕 他如果好朋友跟他订的话 会到楼上拿蛋糕 所以这边就好像接待桌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他做的厨房 然后这边就是开放一廊 那当有客人来的时候 其实先生这一段 有一个高墙挡着 所以他其实不会感觉到 他有被看到的那种效果 他就感觉他是 有挡在这边 这边不会有那种特别的问题 那看这边就不会挡到 然后到他的私人空间的时候 这边一个书房 一样这个地方全部都关起来的门 所以你感觉不到 这边有特殊的门开口 然后这边是他的主卧房 然后这边是他的吃卧房 然后这边是他的吃卧房 然后这是他很大的浴室 看3D就更清楚 我刚看过一次了嘛 好 那你看书房可以看到客厅 那其实这个事情看起来没有什么 就几块成板的 其实不好做 因为我们要透过那个玻璃 用交合玻璃去撑住那个板子 才能让他这个板子 看起来是水平的面 因为我们希望他看过去 是一个被分割过去的状态 但是不要有一个墙挡住 所以我常常 两边都看到绿狼嘛 这个绿衣做的才有意思 不然光是那些植物就花了十来万 你要让他这件事情有价值 我们就要做一些动作 然后你看很多龙貓 就是我孩子长大了 龙貓在这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做的事情是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这边刚好是一个外廊 那本来他就有阳台 可是我说了 医生他其实不太会去接触户外的空气的 他其实是需要跟他产生亲近 可是又不走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特地降了一个 长大概70公分的深度 脚可以溃在那边 然后坐椅子 他就可以欣赏他的市井 因为他的市井很漂亮 他这边几乎没有什么挡住 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然后做一个框井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地方 客人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会挡住看不到 可是天花板是连贯的 各位你知道这个高度到这里高度 其实才多大而已 其实才2米40公分 2米4而已 2米3 2米4而已 不高 可是我们看起来城市是丰富的 他不会觉得天花板低 然后这边就是我说的一郎 你看 这个地方啊 这是我们特别做的事情 各位有没有看过 你的东西被后面打背光的时候 那个人其实消失的 那这个就是设计师的想法了 屋主是强劲地想要把他所有的公仔摆出来 我是打算努力地如何把他的东西被藏起来 所以不然东西这么多 其实看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所以当他把东西 因为他其实现在摆满了 但当他把东西放下去的时候 我打光的时候 那变成一个个小小的黑影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道墙 不是看到那些公仔 那你把灯关掉的时候看到的是公仔 所以这件事情就做了两个转换 让他有机会变成一郎的一种可能 也变成是家里展示的可能 我们做了一个不同的转换 但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新的开始 然后你看这个相当的 有三十几公分的深度 然后灯藏在后面往前打 然后这边有几个是可以 石木可以拿起来换位置的地方 那他的餐桌 你看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的形式 这个地方放了茶净 他就有机会去呼应到 前面的那个井带过来 所以这边你如果坐在那里 会很像在日本的某个餐厅的角落 不会觉得他是在家里 加上天花板这种木头的屋顶的构造 看起来就很像到另外的餐厅的关系 你看我们的图也是把它画得很清楚 就是这边长你看3米24 砍入的话这样有3米6 其实3米5很长的一个桌子 然后悬在这边 然后为了让那个桌子 不要看起来这么的门 你看我们放了一个 20 这是算是3公分的玻璃去撑住它 让这个玻璃 让这个桌子其实是稳定的 那事实上我已经用了两条钢索 去吊住它了 但这个东西有机会 数字它不会晃动 所以就变得比较稳定 加上我后面这个地方 又跟它插入墙体 所以这个桌子看起来很大张 可是它却不会有晃动的感觉 好 你看一个剖面 我们很喜欢画这种剖面透视 因为这种剖面透视 可以一目两眼你的家的重要核心 你看绿廊的空间 然后沙发的位置 然后架了一个高10公分 一廊的空间 然后它的餐桌 它的厨房 然后屋顶的构造是有分离的 这边有拉高 那到主卧房 主卧房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走到这个廊道 可以看到外景的事情 然后坐着一个卧榻 它可以坐在那边看看书 好 那你看浴室 浴室相当大间 进去之后有个台湾块木的块木桶 然后它有一个收纳的乌衣柜 跟一个饮水机的位置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 其实在这个空间是相当好用的 这么大的空间两个人租 有点羡慕 不过 这个房子就刚好那格局 是一个正房型的格局 还蛮舒服的 我们的主卧房就会起头 你看我回归台讲一下 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所有的图 都会画到让屋主看得懂 所以平地 剖脱材料都会标起来 那透过我刚刚说的BIM的逻辑 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得比较好一点 那今天很谢谢各位 可以播出大家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谢谢各位可以参加 今天想到这边 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 可以欢迎各位聊聊 谢谢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传统的厂屋呢 最麻烦的其实就是楼梯的设置 它通常刚好就在三分之二 反正就中间就把 房子就变得很难去应用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要更动整个房子的 厂屋的整个房子的楼梯的配置 就是有没有可能 它会不会伤害到 它会不会伤害到 主要的建筑体或者是 是什么呢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就是怎么样去跟动那些楼梯呢 还有假设以前 因为以前通常 有一阵时间我们是很高屋顶的 所以下面有一个楼梯呢 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陡 那假设 比方说像我的父母亲 就年纪见大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这么陡的一个楼梯直接上去 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弄 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可以适合 就是他们的那个 走楼梯的步骤 刚好可以很緩的 到达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平台 可以请教 好 从建筑的角度来讲 有两件事要先面对 第一个就是房屋有原来的结构体 通常以前的老屋 它都是家常专照比较多 尤其三层楼以下的 所以你几乎感觉不到 它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梁在那边 有时候甚至感觉不到 它有什么柱子在那边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 必须要先把它的梁柱位置找出来 要不然有时候打一打 还真会倒掉 这第一个问题要先克服 第二个问题就是 楼梯的深度跟宽度的关系 为什么会摆在中间 因为通常是楼梯的藏物 就是一排一排的梁 然后中间有空间 刚好是可以做个折替的状态 以前没有什么法规的管控 这件事情 尤其那个时代的房子 根本没有土 它只有一个地契 告诉你房屋长度多少 你只要不超这个 你怎么改 它也不太管你 所以在这个事情 你要克服下一个事情就是 楼梯有没有办法再折往前的时候 刚好可以跨过那根梁 可以靠在上面 只要这两个问题克服 其实楼梯要改是没问题的 加上我刚刚说的 我们自己也是建筑师 也不太希望去改一个房子 然后以后被人家控告说 我们违法 所以我说了 这件事情 只要你没有去把房子外凸 或是没有把另一面 突然开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在里面的楼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拆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不小心拆到隔壁的墙 人家隔壁的柱子 所以这个一定要找结构器来做 如果你真的想做 然后没有找这一事也无所谓 但是记得 结构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前提 找建筑师 但是工会也有建筑师的技师可以帮忙 就是把这个问题先克服掉 不要有危险 然后你刚刚说的 爸爸妈妈缓冲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有些方法也可以透过 挂那个所谓的屏洞不变的楼梯 就是协助人楼梯上去 但其实那个不太好用 就是好的 好用的其实基本上都还是在那种 比较宽阔的房子 有一个比较大的扶手空间 因为它占掉你楼梯很大的空间 所以变得不好走 所以改变楼梯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一个小事情 那回归到我们现在很多屋主 就是他们以前老屋 他们也想住 可是发现把这件事拆完重改 可能不如去买一个 有电梯的公寓会快一点 但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 我们做了相当多房子都遇到 那刚刚我给你看了几个案例 其实楼梯都被我重新打掉重来了 所以没有那个问题 但是其实在第二个房子那边 还是有遇到一点状况就是 因为量身对不对 楼高不高 所以那个屋主已经一百九十几公分 它其实在某个段 也几乎是撑下三五公分 就会撞到头 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要克服 但可以改的 谢谢 对不起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搞不清楚 建筑师跟设计师 这两个到底是 有什么问题 这个 sorry 真的 比方说一个老屋要重新改建 那它是涉及在建筑师 设计师还是怎么样呢 跟一个房子重新要在一块空地上面盖起来 它还有包括空间的景观的 那这个到底应该是找什么事呢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我自己 在跟一般人互动的时候 我不太讲自己是什么样的事 但我会跟他讲我有执照 有执照这件事情 至少是经过个认证的嘛 这第一个事情 但其实对屋主 对一般的屋主来说 你们执照不关我的事 就我只要觉得我房子安全就好 而且我最好钱不要付得太多 各位应该是这样感觉的嘛 但我们要回归到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建筑师在民众的观念上面 会觉得我们就是盖印章的盖房子的 而不是在做设计的那个人 你看得到我们刚做的这个事情 应该都可以考虑到很多 室内设计师的事情嘛 所以回归回来要想一下 其实真正问题在于 民众对于这个媒体上面的那个形象 看到室内设计师的机会比较多 甚至有些影剧还会演室内设计师的一些 缤纷的生活 然后室内设计师通常穿的比较平衣近人 看起来比较帅或比较漂亮 建筑师穿起来就是像我一身黑 看起来好像要上架商礼一样 就不是那种很舒服的状态 可是回归回来你刚刚说的结构安全问题 并不是说只有房子要拆掉重盖 因为建筑师其实他并没有比室内设计师收费的高 可是我们拥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构的观念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会在坊间上比较遇到的状况是 室内设计师比较懂软装 软装是什么 布料啊 窗帘啊 那个柜体啊 所以你还是要稍微筛选一下 如果你要找装修 有两件事情要面对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找有在做室内设计的建筑师 这个其实他们的官网上一看就是这个 你看他的作品 像我作品就没什么建筑 因为我们的建筑物要盖 他如果不让我做室内设计 我就不帮他做了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们刚刚说的我很care那个家的感觉 如果我盖了一个空壳给你 然后里面都没有帮你考虑到那个真正的细节 那就不叫个家 那就叫个盒子 那盒子你不用找我们盖 找建商买就好了嘛 所以我的状况是这样 另外一个要找室内设计师 你要记得两个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 他至少要有牌 因为没有牌 他的公司其实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然后第二个 你要看看他的案例 他的案例能不能够解决一些结构的问题 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在拆墙的时候 并不一定真的会很在意那个结构安全 你在台北 台北市 还有很多案例是拆了墙之后 建筑物快倒了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这种新闻 所以这要相当小心 那我们刚刚做了几个动作 屋主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如果你要找设计者的时候 有一个观念就是 如果你遇到的设计师 他能够跟你confirm 就是你去看他的时候 有点像律师 他敢跟你收一个所谓的洽谈费 你可以放心 收那个钱 就代表他敢跟你保证一些东西 如果跟你说免费帮你做设计 装潢给我做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比较好 因为那个代表 他要跟你灌很多水在里面 这个是人之常情 可是我觉得这边可以矫正一下 大家的对装潢的一些认知 因为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一些装潢师傅 他说我出去都帮人家代为设计 然后都没有 事实上他跟我说要加三成在里面 三成都比我们还多 三百万三成就九十万 所以有些时候 不是说设计费就是怎么样 而是你找对人 然后你可以多多筛选 还有一个管道就是说 其实高雄市有建筑师公会 也有室内设计师协会 上去看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不错的人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这个应该算是什么样的风格 比如说感觉上好像有点极简 可是有时候极简就是怕比较单调一点 所以加了一点木料 有点乡村的味道 其实我家里的装潢也是 本来就是也是类似这样 然后加一点木色的这样子感觉 有点柔和 可是觉得好像还是 色彩上好像还是不太够 后来我就给他再加一点粉绿色淡绿色的 就是最后你那个不是有加一些植栽吗 那感觉就感觉就 乡村又加上一点 我是觉得后来我那个成板 我没有用成板 我用那个鸭条 所以我感觉 这样是不是有点美国乡村风的感觉 是 我是想最后你因为是美国回来的 如果你这样子 他会不会更喜欢一点 谢谢 我跟您回答一下 其实风格这件事情 其实是为了要 我的认知 众多的媒体 为了要让每一个人 能够快速理解 他现在看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分类他 那分类他 他总不能用设计师的公司 或设计师的区位去分类嘛 分什么类最好 分风格 可是你会发现那些设计师 也不是真的很喜欢做那些风格 他只是刚好做了一个有名的案子 是那个风格 之后大家要找他的作品说 你帮我做这种风格好不好 他要活下去嘛 他还是要继续做 所以就越来越多风格的分类 那你刚刚说我的风 我其实不太喜欢做风格 但是每个设计师会有个性 就如同每个人的家有他的个性 所以是有设计的个性 我喜欢用自然的材料 所以你看得到我的空间 没有什么装饰 我也不太做什么软装 你也不看到我在沙发上 放了一堆抱枕 放了一些什么软布 我的东西就是自然的材料 木头 然后混泥土 然后或者是砖头 就是不会有过多的装饰 但这个原因不是为了风格 我是为了健康 自然的材料它有相当 这个好的机会 可以不要让它做太多的表面的装饰 表面的涂料 或表面的处理 那个任何一个处理的手续 除非它是为了安全 为了健康 不然它应该还是会黏附一些 所谓的异材质 就空间不是太舒服 所以我们会尽量保持这件事情 我会一直努力下去 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其实越多的这种加工产品 对于地球的负担也是重的 像譬如说各位在家里 应该都用超难膜地板吧 你们知道超难膜地板很毒吗 我不是在说超难膜不好 我是说超难膜地板 它的压制的过程 其实要经过很多的手续 那个手续 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焦 才能把它完成那个状态 那东西其实是 有相当多的毒性的 可是一般民众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你在B&Q看得到 你在HOLA看得到 看起来价格又不贵 那我家里原来的地板 看起来磁砖冰冷冷的 我要怎么办 我又没那么多预算 我就只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石木会烂 石木会有虫的问题 可是这个有很多种可能 可以去处理 只是大家没有机会去碰到 那您的家其实看起来 听起来应该是蛮舒适的 我觉得其实如果它是你的家 你怎么做都会有你的风格 重点是自己能够在里面 活着生活 健康舒适比较重要 谢谢 吴靖主持你好 我是对第一间人舞的那间房子 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刚才在图片介绍里面 好像没有看到车库 是有设计吗 还是本身那个屋主就没这个需求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像它从原来的这个屋子 然后改造成这样子的屋子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有需要申请什么建造吗 还是一些有没有什么法规的规定 谢谢 他们是脚尖 所以脚尖旁边那里有一个很长的廊道 那边就可以停车了 所以它是不需要的没有错 他的脚尖就是他的家的停车地方 虽然会有外人来停 可是其实只要他们 他们车子两台 那他们其实长期就会一台或一台换掉 那他离工也很近走路就会倒 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什么困扰 加上他们家都女孩子 就是都骑摩托车也不太开车 所以车库对他们讲就不是像第二间那个房子 这么需要挖一个洞给他 他可以克服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关执照这件事情 这个房子它本身也是老屋 也是市井的老屋 所以它以前的区域就只有那个框架 叫做地契是它的 所以我只要不超旺的状况之下 老实说影响是很小的 那你要认真去讲 他要不要申请 实在话 这个模糊地带很多 那我们当然最后还是有克服掉这个问题 只是那个在这边很难去把它说得很清楚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都会跟屋主明白地讲 你要做有建造的房子 你就得面对 它的建幣率就是60% 那所以你刚刚看到 不是留了很多空间吗 那个露台 就是为了留那60的空间出来的 因为它后面其实还有 只是看不太出来 谢谢 吴先生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案子的那个空间 那个剖面 在 它好像是在前二楼是主卧室 它后面是一个更衣室 那个地方它的楼板是不同高度 那是原本就是这样子吗 还是后来有特别抬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请问您的那个设计会的收入 那个的价钱大概是怎么收的这样 第二个问题我帮他们回答 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一下 就如同我说的 因为它是年轻夫妇的房子 我能够尽量不拆就不要拆 所以其实它原来以前的房子 就是二楼三嘛 就是它本来就二楼三 我唯一改变的就是一楼楼梯 因为一楼楼梯像刚刚另外那个 齐温的屋主一样 一楼梯太陡了 上去真的会摔倒好危险 那个街高都20公分 然后街深才可能18 那根本就是几乎一比一在走 就快摔下来了 所以那个非改不可 但二三楼就没有什么特别改 但是我没有改 不是说我没有重做 我还是打掉重做 但是维持原状去改 因为我不想去重新改变它的楼板 原来楼梯状况很差 都不是平面的 一个平面才80公分 前面大概有差两三公分这样 走上去不摔倒才怪 所以我们还是考虑了 这件事情把它重来 但是它的楼板没有改变 所以刚好那个更衣室 就是另外一个以前的空间 然后后面的厕所 其实本来没有的 那个三间厕所 是因为管线方便 就直接垂直在后端 设计费这件事情 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 可能可以看一下 我们设计费算是比较 不是用建筑师的角度去算 我们算室内设计师的角度去算 所以我们设计费是 从8000到1万21平 但是那其实是看案子的类型 因为你看到我们 画了这么多的图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每个案子都至少要做个半年到一年 有时剩下两年 其实它相当 要付出相当的辛苦的力量 另外一个就是 各位可能一直误会成设计费很高 其实没有 你看刚刚如果20坪的房子 算起来也不多 8000 20坪也才16万 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我可以帮你们 把关相当多的事情 那有时候 有些屋主甚至叫我帮他 买冰箱 买电视 因为我还可以 买到比较便宜的价格 但我实在很不想做这件事 可是我们会把屋主当成是 自己的长辈或朋友去面对 因为他的房子交给我们了 我们就希望他住得好 我甚至跟你们各位 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其实很在乎风水 对不对 所以我认识一个风水老师 然后他的收费很单纯 就是一次红包港3600或流程 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们有些房子 我一进去感觉就能量不太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做的房子多了 有什么感觉 就像你 你要看房子很有趣 你带狗或带猫 或带狗啦 通常狗猫出不了 带小朋友去 小朋友如果趕快想要淘开那里 那房子千万不要买 这很简单的逻辑 那我也大概感觉得到 有一次就有个房子 屋主来找我 他阿公留下来的 叫我去看 我一进去觉得全身发凉 不太对劲 然后他也很热心想找我 而且等了一年 終於跟我签约了 因为我很忙 签了约之后 我就说 我觉得怪怪的 我找我老师去看看好了 看完之后说 也说住进去 可能真的会出事 是真的会离开的 那种出事 我就把钱推给他 说你还是住你原来的房子好了 就我发生过这种事情 代表我其实是把屋主 当成我的朋友 跟未来的 会互动的人去想 而不是只是为了做那案子 我们其实没有为了做房子的去做 所以你看到我房子 其实虽然类型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其实 我们还有做学校 做一些公共城 也有做那种商办空间 可是每一个房子 我们都把它当成是 我们以后会存在的那种作品去看 所以比较不同 谢谢 想问一下武设计师 就是刚刚有一个房子 他是用那个玻璃砖 去做那个正面的那个墙面 可是对 那我是说想问一下 他有没有考虑到那个逃生的问题 因为感觉你刚刚有说到旁边是开一个小窗 对 那还有就是说 您刚又蛮多那个就是木头 木材 那我看起来他好像都是一样的木材 那请问那个就是块木吗 全部都是块木 我说一下好了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 你看那个房子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看到那个房子 好像有好像没有 那个房子 我们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为了逃生的 它上面有开窗 下面有个固定窗 那固定窗刚好是宽45 然后高有大概有120 危险的时候 敲破它人是会跳出去的 然后为了这件事情 我把它的那个屋顶的平台 前面做了个小小的那个挡墙 摔出去的时候可以坐在那边 靠着不会摔下去 所以我想过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喜欢用美国块木 不是我很爱用 它其实叫侧薄 只是因为它单价不是那么高 然后它又是可以稍微防虫 不是那么怕湿的那种材料 那这种材料 第一个它健康自然 第二个它的施工方便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替换的问题 坏了就换掉一块而已 那你说日本块木可不可以用 那个寮国块木 越南块木可不可以用 都可以用 可是寮国块木 跟越南块木软了一点点 其实那个美国块木也是很软 可是总是比台湾块木便宜很多 那有些人特别喜欢台湾块木 是不是很香 那也真的不会烂 可是台湾块木太贵了 所以我们也在期待说 我们的屋主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把一些不需要的装修費用 省下来 把它用在重要的地方上 但是真的很重要的是 收纳空间要做好 不要让一个墙凹凸凸的一堆柜子 那其实放起来真的不太漂亮 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你对于你身为建筑师 你跟一般的室内设计师的优势 你觉得你是优势在哪里 如果回答这个好像会有点不太对劲 不过我回答一下 我换个角度说这个问题 假设你读了建筑系 读了五年或四年 那么努力的去考了建筑师 结果你在做室内设计师 会不会被你的家人认为 那你干嘛去考建筑师 那么难考那张牌照 我的观念是这样子 我以前在读大学建筑的时候 我才17岁的时候 我就读了基本 因为曾经在那时候高美馆 展了一个建筑师的展 里面有几本书在谈建筑师会做什么 然后我就真的那时候 准备要填志愿 我正在想说 我以后想读建筑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建筑这一行 那时候当然有考虑 室内设计跟建筑师 那我就想说 建筑师可以创造空间 也可以创造环境 那室内设计师 他的权限就是在空间里面 他其实要跨足弯 他一定要协同别人 我就觉得假设我有机会 可以为这个土地做一些事情 哪一个执照 比较能让我做多一点事情 当然实在话是有钱比较有用 不过有执照这件事情就也有用 不过换回来讲 建筑师他没有什么所谓的优势 因为事实上我们媒体形象 并不是那么常常曝光 可是建筑师有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思考逻辑 其实经过很深的训练 我们在想一个房子的一个 或是想一个空间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是单纯的 我跟你讲什么风格 跟你那张图片 然后你就可以做出来 我们会把所有跟你生活 产生关系的事情放到里面去谈 所以有些时候 你如果跟我说优势 我觉得不是优势 我觉得是我们思考的宽度跟深度 或许会有比较不同的见解 那其实很多很厉害的森内设计 我认识很多森内设计朋友 他们都相当优秀 可是有趣的就是 我们的观点切入的不一样 有些人会用比较书 画 或者是媒体像电影的情境去带入一些事情 有些人会用生活的 大自然的一些事情带回来这件事情 而我们其实反而会很理性的去面对 生活的机能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还是个 你是个学生吗 不是是不是 如果还是学生的人在想这个事情 或是还是正在工作的人想这件事情 反而要去想想 你能够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东西 就是你能够为你的客户做些什么事情 跟什么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很多很厉害的森内设计师 也做了很多很棒的建筑物 所以跟他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才是 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特别的几个客户 要经过很长时间去跟他讨论 他这个到底房子要怎么样 甚至于设备要怎么样 这个我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有的客户他说 我买这个瓦斯炉 我要到时候你房子盖好再去买 那你那个空间要怎么留 那你跟他讲 你又不愿意帮人家买这些电器的东西 那我请问你这个大小位是怎么 怎么先去留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设计 都是每个家有不同的需求吧 所以每个都是不一样的跟你讲 我是很同意 但是有些人一边设计他一边改 你怎么办 他今天去那里一看 这个是在拍卖 这个好这个好 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像有些他做了这个儿童游戏间 做得非常好滑梯是吗 几年以后孩子长大 那有什么用 那有没有什么这个替代的这个方案 可以让这个设计能够维持久一点 好 谢谢 我先澄清一下 我说我不太喜欢买 不是因为我不想帮人家买 是客户都会叫我帮他买 所以我最爱都做了 所以我都有在买 我连绿水系都要买 有点 我只是说那个事情很细 不过他们愿意交给我们代表他们信任我们 不是每个客户都聊那么久没有错 但是每个客户 每个客户的个性 所以我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 曾经修了一本心理学的课 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屋主都有独特的个性 我要为他创造一个家 我应该要想到很多他的心理层面的事情 所以我在初期设计的时候 我会花很多时间请屋主跟我聊天 甚至我去看看他的家 看看他的生活习惯 我会去探索到他一些 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习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预防你说的那个问题 比如说他有可能会买很多同样的东西 然后会换来换去 我就会帮他把那个事情留 就像刚刚那个龙猫那个事情 我留了很多东西给他 他说其实还是不太够 但是相当多了 因为他因为有这个空间 他觉得我可以买更多 他每次去日本就扫一堆回来 最近因为疫情就扫不太到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比较像是在谈 我们房子怎么样被随时改变的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有相当诊明 你刚看到我是读博士毕业的 我们在博士毕业的论文上面有写一个事情 就是设计阶段的事情 初期阶段会有很多草稿阶段 然后到设计前段会有个设计确认阶段 也就是说在设计确认之后 我们就不会去改变大设计 当然会说屋主有钱 屋主想改什么就改什么 那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的屋主会在前面段时间跟我们 形成一种默契 如果这个默契没办法前面磨合的话 其实屋主自己也会想要去找 可以受他控制的公班 他就不会找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的客户确实是 比较小众不是大众 但我本来就没有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大众 我反而希望自己做这些小众的时候 可以影响一些观念 就像今天各位可以来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观念 让各位知道说前置作业的准备很重要 因为很多屋主可能不知道 他在改的时候不是花钱而已 现场的公班也会有情绪 然后设计师可能也会在背后 跟他产生一些冲突 然后那个屋主如果房子会这样改 也有可能会改得不够彻底 改天进去又发现 怎么这个忘记改了 所以这些东西在前面我们都很 我们其实连那个水电的插座 插座在什么高度都会想得很清楚 因为我会考量到他 我们曾经最近有客户 正在准备要开工 他是一个生活很准确的人 早上七点起床 七点十分刷牙 七点十五分漱口 然后哇写得很详细 然后所以他每个插座的高度 都要算得很清楚 然后也有客户就是写得很潦草 但是我就只能去他家里跟他互动 所以每个房子真的都是他自己的 不会有可以 这个房子给谁用的状态 谢谢 那我们再次鼓掌 谢谢我们今天的讲之后 谢谢